而就刚刚看到4月11号 复理村民号召更多民众 民意代表现议员等人 来到复理车站递交陈情书 希望能够增加班次停扣 台铁花莲运务段长表示 会将这个诉求反映到上级单位 针对复理乡民众的诉求 台铁花莲运务段长表示 台铁在4月26号改点时 有增加一班423车次的自强号 也就是向1点58分往台北树林的行驶列车 我刚刚有听到乡亲的说早上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乡亲希望说早上有一班 可以停靠复理 那这个部分我会向我们局委员来反映 希望说能够符合乡亲的期待 另外乡公所调查之后发现 邻近的玉里镇人口数2万2千人 平日对号快车停靠班次16班 池上乡人口数不到8千人 平日对号车14班 复理乡人口数1万人 平日对号快车北上只有6班 台铁回应会将民众诉求反映到上级单位 我会把乡亲的一个诉求 转达给我们上级来了解 希望能够来满足地方对台铁的运动的一个需求 民众希望透过这一次这一次的联署 强烈要求台铁举重视 更希望台铁能够审慎评估 严议增加对号快车班次停靠复理乡 记者高双双复理乡采访报道